欧盟下周举行高峰会预计将决定 乌克兰是否能够取得候选国地位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15号向捷克国会发表演说 敦促捷克替乌克兰争取入盟机会 泽伦斯基也警告 俄罗斯不只想占领乌克兰领土 普丁的野心更指向 从波兰首都华沙 到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广大地区 不过泽伦斯基并没有提出相关证据 另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芬兰和瑞典这两个北欧国家 扭转数十年来军事不结盟的立场 上个月申请加入北约 但却持续遭到土耳其阻碍 根据规定任何国家申请加入 都必须得到北约三十个成员国 全体一致同意 芬兰总理担心 如果二十八后 在马德里举办的北约峰会前 无法解决与土耳其之间的分歧 恐怕就会陷入僵局 不止乌克兰加入欧盟 和芬兰瑞典加入北约 这两大议题 欧洲迟迟无法达成共识 就连援助乌克兰武器 欧洲国家的看法也相当分歧 位于乌克兰周周 直接感受俄国威胁的国家 包括波兰和爱沙尼亚等 提供最多武器给乌国 也主张大规模援助 但距离较远的国家 像是德国和法国 则对经济冲击的感受较深 因此他们正推动 以更长期的观点 看待这场战争 呼吁乌俄双方 透过谈判来解决争端 怀宇新闻 陈静 综合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怀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